西班牙Toledo 托雷多建于罗马时期 1088至1561年中古世纪 摩原500年的历史 是卡斯提亚王国的首都 也是西班牙的前首都 Toledo完整的古城区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变为世界文化遗产 Toledo 托雷多是西班牙境内 一个历史极为悠久的城市 早于公元前遍有罗马文献 记载此城市的存在 此地融合了回教、天主教 与犹太教的混血文化 使托雷多拥有三文化古城的美誉 Toledo 托雷多 位于马德里西南方 约70公里处 驻马德里市中心搭车 约45分钟 Blaza de Toconzove 索科佛馆场 阿拉伯文意思是 兴出市场 因这里从前是一个 售卖兴出的市场 到了现在广场仍是古城的中心处 有巴士站、餐厅与商店 多雷多祖教座堂 教堂于13世纪初新建 原只是一座清真室 而教堂的设计初衷 就正是要完全覆盖前身清真室的痕迹 教堂中的高塔 凹视着整个山城 从古城的随便一处 皆能看见美景 教堂的地板 铺上了平时的瓷砖 顶部装上古典的彩绘玻璃 装两处则以精美的铁蓝围风 浮雕围起了整面教堂的墙壁 一路由地上建到教堂的天花板 其规模甚为震撼 进出城门之一 城内封帽 托雷多三面被塔获盒围绕 优渥的地理位置 使它成为防御药匆 在西班牙历史上 一直扮演重要的角色 Mirato Toledo 观景台的位置 可以一睹托雷多的全貌 托雷多市面还有很多卖兵器的店铺 售卖着中世纪的刀剑 以致整副士兵盔甲 原来托雷多从前已制造兵器文明 因而衍生成现今的兵器纪念品店 古城经过千年历史的冲刷 洗净千华 成为了一片淡淡的褐色 让美丽永久停留在16世纪的面貌 请支持我制作的影片 欢迎按赞并且订阅我的频道 也欢迎留言跟我互动哦